欢迎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随时跟进我们的最新动态 今天我们要朗读的故事是 笨蛋探丝 在一座古老的庄园里 住着一个老乡神和他的三个儿子 这三兄弟中老大和老儿很有学问 老乡神特别喜欢他们 老三还是不像哥哥们那样有学问 所以大家都叫他笨蛋探丝 一天老大和老儿准备骑马去王宫 因为公主要挑选最能表现自己的人做丈夫 他们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去参加 这时笨蛋探丝来了 他好奇的问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 准备去哪里啊 去王宫向公主求婚呢 难道你没有看到报纸上 王国发布的消息吗 于是老爸和老儿就把公主的证婚 要求告诉了笨蛋探丝 笨蛋探丝听了 拍手叫道 哎呀太好了 这么说来我应该去啊 老大和老儿听到弟弟要跟他们一起去 赶紧骑着马走了 他们才不愿意和一个笨蛋一同上路呢 可是笨蛋探丝没有马 他只好骑着公三阳向国王宫去了 没多久笨蛋探丝就赶上了他们他的两个哥哥 他乐呵呵的叫道 我来了 你们快瞧瞧 我在路上捡到一个好东西 正打算送给公主呢 说完 他就把一只屎乌鸦拿了出来 笨蛋 你就拿着这只屎乌鸦送给公主吗 说完 老大和老儿 大笑一通 骑着马走了 过了一会儿 笨蛋探丝又追了上来 瞧瞧 我又见到好东西了 老大和老儿回头一看 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只旧木鞋子 这也是给公主的吗 他们问 当然了 我想公主一定会喜欢的 笨蛋探丝 得意的回答 于是 老大和老儿又大笑一通 骑着马 走了 又过了一会儿 笨蛋探丝 追了上来 喊道 事情越来越好了 真是太好了 你又捡到了什么了 老大问 是一种泥巴 啊 我坚持无法想象 公主看到这一代泥巴的时候 会有多开心 笨蛋探丝 高兴的 手舞 足道起来 老大和老儿 不想听他啰嗦 摇了摇头 骑着马 朝着王宫飞奔而去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王宫里 求婚的人 排起了长队 老大和老儿 排在前面 等笨蛋探丝 赶到的时候 他就只能排到最后面了 很快 就闻到了老大 他走进大厅 只见到里面的天花板 是镜子做的 导引着自己 火如里的 火烧得旺旺的 让人感到热得不行 这里面可是真的 真的热啊 老大说 是的 因为父王今天要烤 几只小鸡 公主说 老大听到这样 粗乎意料的回答 紧张的一句话 也说不上来 公主只好把它赶出去了 接着 吃老饿了 他也进去就说 这里好热啊 没错 没错 我们今天要烤几只小鸡 公主说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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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烤 烤 小鸡 他紧张的 结巴起来 快把它带出去 真是个笨蛋 公主气坏了 过了很久 终于轮到 笨蛋汉师了 他一进来就说 哎呀 这里好热啊 是的 因为我正在烤小鸡 公主说 太棒了 我也正想烤一只乌鸦吃呢 笨蛋汉师高兴的拿出 那只小鸡鸭说 可是你把它搁在哪里烤呢 公主问 瞧 我有这个 笨蛋汉师说完就拿出 那只旧木头鞋子 把乌鸦放在里面 不错 这可刚好 公主高兴的说 不过 你有调味料吗 笨蛋汉师 晃了晃手中的带着说 这里正好就有了 真是棒极了 这真叫我高兴 公主说 你很会说话 很聪明 我愿意让你做我的丈夫 就这样 笨蛋汉师娶到了公主 后来又当上了魔王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